阿省的山火營未撲息 目前仍然有80多處的山火營在焚燒 環境部警告山火會導致能見度低 以及會追要注意山火濃煙帶來的危害 醫護文不得 阿省的大火仍然未有減弱的跡象 自上個星期開始發生超過100場大火 省府一直評估損失並加強防線 預計週末炎熱以及乾燥的天氣 會增加熱炎條件加強危機 直至星期五早上仍然有80處山火 其中20個已經失控 超過16,000人被逼逃離家陽 根據最新的地圖顯示 山火產生的濃煙已經覆蓋全國多個地區 甚至延伸到西北地區 監測山火及空氣質量的地圖顯示 阿省山火產生的煙霧軌跡向北邊延伸 東部就覆蓋至灰北黑大部分地區 甚至抵達最東岸的紐芬蘭省 環境部警告 由於山火導致能見到低 同時可能對長期病患者 例如肺部疾病、哮喘、心臟病 以及長者、兒童、孕婦及戶外工作者等 造成健康影響 要注意山火濃煙帶來的危害 拜拜!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茗雅